让我们欢迎本集第四顺位的追梦歌手 登场 四郎 四郎 很紧张 欢迎四郎终于重新回到这个舞台上 其实我注意到您从升降舞台起来的时候 还有点紧张 其实我特别羡慕 羡慕前面这个兄弟 太放松了 我特别紧张 特别口渴 又咳嗽 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其实真的到音乐当中 我想你就会好很多 今天讨教的歌手 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了 准备好了 会是谁呢 李渔连老师又举手了 我有一个直觉 我记得四郎上一次有提到说 亮影 他虽然没有讨教亮影 可是我记得他说 他好像讨教的是我 他讨教的是 是吗 对 他点头了 那我搞错了 好 那没事了 那个直觉是记忆 咱们只请他直接公布 接下来要讨教的这位导师 是 本节目由小郎九特别支持 小郎九全国热销的小瓶白酒 本来没有三九位太特别赞助 三九位太胃暖暖的舒服 接下来要讨教的这位导师 是 李渔连老师 是我啊 还是对的直觉 你的直觉没错 李渔连老师您在六个小时期前被vivo的非凡机剧榜定下来的歌曲是 我要把那个画给你看一下 大家猜一下这个画是谁画的 三岁小朋友 我们看一下 猴鸡 猴鸡 水吗 那是一杯水 水星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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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就非常妙 因为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个情形 它围绕太阳非常近的转动 但因为自己轨道关系 它永远不可能更接近太阳 它以这个来描写人和之中的情感关系 我觉得是很妙的一个主题 四郎 您要唱的是林莲老师的哪个作品 也许 非常好奇四郎你会怎么唱这首歌 很期待 其实老师的作品讲的是个感情 然后我也想把我的感情融入在这个歌里面 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心声吧 然后就选了这首歌曲 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 这一集最后一组讨教 四郎公布 讨教林毅莲老师 正式开始 快点 快点 解 阿嬷 祢祢祢 想过从此会一个人走 你却一直还在我心头 胸口那股熟悉的温柔 告诉我有继续的理由 为了你我能够 放弃一切去追求 我愿意陪你走 握着你的手 也许真的拥有 有了你足够 是我继续的理由 爱着你到永久 握着你的手 希望这一切我还能拥有 洒满阳光的午后 曾经否定自己的年纠 在你掌心找得到以后 渴望你分享我的所有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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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在刚才整个音乐过程当中 特别是您起头应该有一句藏语 中间有一段也是咱们的藏语 都说的是大概什么意思呢 藏语的这个意思是 妈妈希望你长命百岁 开头头一句 这是头一句 然后中间那个是妈妈 我希望 加油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太明亮 但我接收到的讯息是 是让妈妈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了 希望她的时间慢一点 我的时间快一点 因为善良的人都吉祥 非常平安 我们回到音乐上吧 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听完这首歌的一些感受 我注意到您在唱歌的时候 其实阿玲老师有非常大多感触 对 其实因为我听到她刚刚前面 讲自己的方言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你真的就是对于家人 是非常深爱着 跟我一样 我也是每一次出来工作的时候 我永远不会忘记家人 谢谢老师 其实我有听出来 你是为妈妈而唱的 我很感动 真的 应该算是我坐在这边 最感动的一次 我觉得上台表演没有别的 是求真 当然我看到你很用心 把你的兄弟们也带上台 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惊喜 但我觉得你在过程当中 你保留了一个最真的样子 你保留了一个最真的心 这是我觉得所有人 都要向你学习的 谢谢老师 谢谢林俊杰老师 这首歌本来是林俊杰老师的作品里一首 反谱归真的情歌 在上场这里变成一种对母爱的一种歌颂 何况 我觉得那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 黄金一般的光泽的高音 太喜欢了 谢谢老师 因为刚刚我有点激动了 然后就没有说出来 其实我就想把我自己情感 唱给妈妈的歌曲 主要是让她知道 现在我过得特别好 有了自己的家庭 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以说我希望呢 所有的母亲健康快乐幸福 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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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